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八字 丙领回事根序根层 这个米命他是问说 他今年会有三合水局 增值成三合水局 这个对他到底会产生什么一种现象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总是很喜欢看看自己有没有合局 三合局 三会局 总觉得这一些都会让你的一个命运 能造成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所以总是特别在意说 有没有这一种状况 可是在五行派里面 他的重点并不是看这一些东西 为什么他会觉得说三合局对他会有利 因为你去看他的一个八字 你会发现到土来生金 土来生金 金跟金 他在一个状况下的时候 他的一个金其实算得还算还算蛮旺的 因为他的这个八字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你看金生水活是不是 他的一个力量算是非常中恒的 所以来讲这个八字就会产生 深强深弱在那边真命不休 但是实际上 你就看一个五行流通就好了 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天干的一个部分 本命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他的官运本身就很强 天干 丙火 地支 四火 算是很漂亮的一个八字 也就是说这个八字来讲 天生在官运 还有他的财运上 比较就是都还算是漂亮的一个八字 但是要进入这个八字 这个大运 丙生 我们可以知道 有时候 丙火克跟金 还有多一个 所以他进入这个运程以后 他进入了第一个 变成日子缩克 第二个状况 四身合 所以他的地支 他地支的官运消失 被核斗了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官运绝对是直线往下滑的 他的官运 官运对女生来讲 就是两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他的桃瓜 第二个就是他的红作坊 这两个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进入这个预览 其实就很差了 今年庚子 今年庚子来讲的话 各位 你以为进来一个庚就可以 很好吗 庚好相反 日子出竿 然后今年来说会造成 他所有的庚全部消失 他所有的庚全部消失 连救都没有得救好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今年一定很不顺 他现在确实就是在工作 没有工作 然后也没有感情的一种状况 因为毕竟来讲 他现在就处在一种很倒门的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要关没有关的 而且还受伤 变成一大堆很不顺的事情 地支 水生木和土 他没有多大的一个作用 各位 他没有多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 来讲 这个八字 那你们说 他的财运 各位 问题他呢 他 这个就是一般人 我们常常讲的 财运代理到底代表是什么 代表代表什么 一般人 现在他都是靠工作为收入 那他的财运会跟关在一起 因为他们工作就没有收入了 这就是他的收入来源 那他的财运会建立在哪里 他的财运会建立在他的一个亲属间的关系 如爸爸这一种亲属间的关系 那再来 除非他是什么 做生意的 他才会是 例如业务 做生意的商人 他们才会比较财运能跟着他们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虽然财运好 可是很抱歉 他所做的 他并不是在经商这块 所以他的财运 只能够 他就不会是他一个最重要的 状况 他就会变成是以官运 作为他经济主要的来源 你只要是帮人家打工的 基本上 看的都是官运 不会去看你的财运 同样的 各位他是打工的 结果日主受克 更惨 那你认为他会更好吗 当然今年就是乱七八糟的一种现象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一个道理 明年秉兴河他有没有日主受克 就暂时性的没有日主受克 所以他明年他就会怎样 整个就会 某段时间会脱溃 他会有一个时间会脱溃 但是呢 还是会回到 还是会回到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在明年会像洗伤温暖一样 那他来讲的话 他要到下一驻大运丁酉年 他丁酉年 他才能够脱溃 因为 丁酉年来讲 你不要看到 哇咖 怎么又来一个火啊 火又不好了 尾丁酉年他天干 还是这样 他又回到跟本命一样 地支乘有额 他天干的关跟地支的关又全部回来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 丙申跟丁酉 他是虽然都叫火金大运 可是呢 这一边 他是这样子 关运财运是好的 这一边 日主受克 关运财运皆产 所以各位啊 为什么我要拿这个出来 你就会发现到 同样都火金 火金啊 怎么会差这么多 没办法 排列组合不一样吗 这边是丙火克跟金 没有日主受克啊 那他现在丙申两个火 一个克他 一个克他 刚刚好啊 地支的神经 还合走他的四火 根本就得要把他的关运 全部 占送掉了 所以这两柱是完完全全颠倒的一个大运 所以各位都知道说 不是同样的五行进来 他就会产生同样的现象 各位这两柱大运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认为他现在一定不好 下一柱大运绝对会比现在要好 那就是因为他的排列组合已经不一样 尤其呢各位 他下一柱 绝对比现在要 他的下一柱的关运 一定比现在要好很多 一定要比现在好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 他会觉得很头痛的一个地方 屌我现在这样子 我家一柱大运还是这样 那我不就完了 可是各位 你人生就只有一次啊 你人生就只有一次啊 不要等到 走到这里的时候都快走完了 好像也没那么差 但是呢 各位 他也浪费掉了 他也浪费掉时间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 这个才是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 不要 在批命的时候 老是跟人家批的长长久久的 你跟人家批的一年两年 你这样子不断去累积你的真的实际的状况的时候 你 这样子在帮人家批命啊 才会真的怎样 对人家有帮助 而让他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一个行为 而不是在 不正不正确的时间 做出不正确的一个行为 那当然 各位很多人就反而会因为八字而重新再来 这种现象 不是就只有特例 这种现象是常有的事 各位了不了解 这种现象是常有的事 所以 什么三合局 你看从头到尾都有讲过三合局吗 也没有 还有没有 还不是要从五行深刻下去判断 各位 也就是说 合局这种东西 除了一个最基本的五合以外 天刚五合跟地支六合还稍微的 我们把它当做消失 其他的我们基本上 就全部都不会看了 还是回归到五行流通的一个状况去看 所以 还是一样 各位 这个八字带给你的 第一个 有没有三合三会在五行判 他是不看的 第二个 同样的 火金 火金 也就是说同样的五行进来 他会产生同样的作用吗 答案不会 因为为什么 每一个字的 作用都不一样 所以进来的时候五行流通就会改变 那当然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现象产生 所以各位 透过这个八字 让各位去了解这两个观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又也再见 拜拜